這個戲其實 金教室會其實講 蔣經國跟宋美人之間 之間的那個一些 權力上的一些鬥爭 就剛剛好是有這個焦農 那個吳正瑞先生把 把這個香蕉用那個 跟日本那邊談一些買賣的方式 去除掉中間商可以 但是因為有一些 那些美國派的中國人 在台灣的中國人 他們從美國裏進來弄香妝 等等這些很複雜的關係 那就是攻擊敗在鬥爭的個人 總之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那很高興因為那個 吳定和先生就是吳正瑞 吳正瑞的兒子 他今天當我們的男子教 然後我自己當然也很高興 邀請到田東先會 來當我們男子教 待會大家就會看到田東先會 金教室會 好吧看著再說 因為他不是蘋果 他是一個香蕉 謝謝我們的陳導 非常風趣幽默的趣旨 到底這個不是蘋果啦 真的是香蕉 但是也是希望大家賣票 敬場看到我們這個金教歲月 要告訴大家 是什麼樣的故事的呈現 接下來呢也非常感謝 因為有他才有我們金教歲月 這一部戲 我們這是金教歲月之母啊 沒有他就沒有金教歲月 熱情掌聲 讓我們歡迎我們的 黃新凱老師 也為我們說幾句話 掌聲歡迎黃老師 黃新凱 四十年前發生在台灣的國交案 主角吳振銳 是把台灣香蕉賣給日本 為台灣賺取很多萬惠 是對台灣的經濟有功的人 但是他卻被台灣的政府抓出關 坐牢 最後雖然平反了 但是這個傷害是沒有辦法 挽回的 他現在已經去世了 他的在天之靈 告訴我他的故事 震撼了我 讓我以一個小老百姓 居然鼓起勇氣賣了房產 拿了一大筆錢來投資金教歲月 這是 這是小老百姓的勇氣 但是吳振銳 更只是指點我小老百姓的運氣 讓我遇到了大風音樂劇團的 連以洲團長 更讓我碰到了海角七號的 魏德森導演 海角七號的陳牧翼導演 他們將以最高的藝術水準 將金教歲月呈現給大家 六月十一 十二 十三 國父紀念館的金教歲月 請大家拭目以待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親愛的黃老師 謝謝 季松老師的趣旨當中 可以感覺得出來 真的是非常感謝老師 將自己的房產變賣掉 就是為了將我們這個歷史 將這個戲劇的藝術呈現出來 我相信如果我們台灣 有更多像黃老師這樣子 我們的戲劇跟舞台劇跟音樂劇 一定會越來越佳的精采 非常的感謝 好 那我們剛剛 既然會看到 風呂 行